大家好,我是Professor Wong 我是Futura Academy的創辦人 香港的學生其實很喜歡去外國讀書 當然是英文的地方比較多 因為我們英文是常有的語言 可能是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他們去的地方 所以通常他們就會有香港學生去那些地方 一起去讀書,中學、大學都會有 一來英國、美國、加拿大 其實都是世界領導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教育制度是全世界都接受的 香港也是由英文開始 所以英文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的過程當中很容易跟他們接軌 接軌的時候就可以去到他們讀 譬如德國,本來要學德文來教 你不明白德文就沒辦法了 所以英文的地方就會較容易 一來,二來就是你讀完之後 又可以在當地發展 有些可能是英文文 也有些可能回到香港 或者去全世界不同地方 都是令到我們香港的學生 其實出路可以全世界去做 這也是挺重要的 其實這個香港人因為很聰明 可以在不同地方讀書 但他在香港讀完之後 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 慢慢發展、讀書、工作、落地 都是有一個好的可能性 是,其實加拿大最近推行了一個 從Stream B的移民策略 其實都推了幾年了 今年又再放寬了 放寬之後其實大家都 早幾年很多人 這幾年香港人都很多人想移民 想移民的時候 就會想到英國 英國可能中部 或者加拿大 加拿大通常就是東西岸 其實都是一個很出名 多人去的地方 所以當大家去的時候 落地生更加容易 最近這個Stream B放鬆之後 其實就更加令到大家更加有興趣 我最近去一兩次的星學展 以及有些跟香港人去考慮移民的時候 基本上都將加拿大放 是第一希望去的地方 加拿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加拿大就是因為它是 融合各個國家的人做得很好 所以大家去到 其實它就比較少有種族歧視 還有你去到就在不同的地方 方便不到落地生更 那也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其實人口是一直萎縮著 因為他們慢慢結婚的人少 生孩子的人少 所以他們想外國移民 是有些讀書 做事的人 去到有專才去到就更好 所以他們就更加希望大家去得到 我以前年輕一點的時候 要去加拿大是要投資幾百萬的 那現在其實我們有些學生 他讀完書 他已經是夠時間 即時可以申請書 直接可以落地 他再讀大學的時候 甚至便宜十幾萬一年 我們覺得也是 其實早幾年 大家都不太知道 OSSSD是什麼 OSSSD是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Diploma 加拿大最大的省就是安省Ontario 大家可能熟悉的是多倫多 多倫多是東岸 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加拿大最出名的大學就是UT U of Toronto 西岸就可能是UBC Visus Columbia 或者在Fancouva 在東岸這個出名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都有興趣 但是我們最初開始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三四年前 其實沒什麼人知道 除了在加拿大回來的人 我們當時就 不如我們試了一些少些的小眾 才開始做 但是慢慢就發現 其實我們今年就發現 大部分人都覺得 加拿大是一個很興趣的 很想有興趣的選擇 他們網上也有很多的問卷 很多的討論 我們見到在很多的網上 都有討論到OSSSD可以怎樣讀 OSSSD最大的用處是什麼 其實它也是因為英文 又配合了香港的大學報 所以很多人都會知道 原來這是一個好的報學方法 所以OSSSD既然可以在香港讀得到的話 他們就可以報到香港的大學 報到全世界他們想去不同地方的大學 都可以 例如加拿大 英國 美國 澳洲 都可以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